〈观察即递〉 好 好 师父 还有师兄 还有现场 现上的 就是前辈和师长们 阿弥陀佛 然后我是吴家瑶 然后再请师兄 帮我下一页 然后就是 我原本就是 就是听到要来分享 然后内心是觉得 就是天哪 就是想拒绝 可是因为我是接到师傅的来电 然后师傅就说好不好 然后我就说好 对所以我就来分享了 好那我就 再稍等一下师兄的PPT 谢谢师兄 那再请师兄帮我第二页 然后就是师傅请我分享 制作影片的这一些心得 然后我想说在说这些心得之前 我想要先介绍 我跟师傅 然后还有原道禅院跟保研禅士的姻缘 那我是在2021年3月份的时候 在网路上看到师傅的开示 然后我一看到师傅的开示 就被师傅圈粉了 对然后再请师兄稍等一下 就是往上一页 然后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我在禅院请了华严经 好那师兄再帮我下一页 然后就是我想要邀请大家 跟我一起看 我第一部认识师傅的影片 然后再请师兄帮我播放影片 然后我要再分享一下 因为我今天早上是跟师傅一起打车 然后很谢谢师傅非常慈悲 然后就是也非常的亲切 就是一位很棒的师长 让眼睛开始于阿难去脱拨 就是会一半的时候结束 让眼睛开始于阿难去脱拨 那我们这个阿难呢 他去脱拨 因起十字 结果经历淫世遭大患数 竟然遇到一个邪术 原因是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看名字就知道他很厉害 叫做摩登前女 这个摩登前女呢 他一看到阿难 马上就以身相许 可是我们阿难说不可以 我没有要你以身相 我是出家师傅耶 我只是要来跟你要一碗饭 拜托你就只有只要给我一碗饭 结果我们这个摩登前女啊 他就看到阿难之后呢 就一见钟情 他喜欢他 他为什么不可以 阿难落难的现代感 在旷野中 有个潇洒的阿难 听到了两句 Help Help 那什么 好救命啊 奥利维来了 然后呢 诶 到底是谁在叫 哦 哇 啊 原来 在旷野中 竟然有这么奇特的 美好的风景 他各位男士看到了之后 哎呀 这英雄一定要救美 他各位女士呢 看到就很清醒 哪有可能 这样就漂亮哦 这样子你就要去了吗 是不是 我们的念头可能就不一样 好 所以呢 现在的问题是 你该救还是不该救 当然英雄一定是要救美的啦 好 他要救之前先喝一口水吧 突然之间 清醒了 因为救了他 就要负责 老妈妈也要搬过来住 从此之后 就在尿布堆里面 渡过我的后半身 那这样要舍弃我的牛仔 自由自在的生活 要吗 要还是不要 所以 竟然 就算了 落跑了 这当然了 这个落跑实在是太没有志气了 没有承担的勇气 但是 我们想想看 落难 什么叫落难 他一定是烂吗 也许对我们来讲 哎呀 阿难遇到摩登前女 也许是厌辅耶 所以我们就是在期待啊 能够遇到一个 我命中注定的那一个 不是更好吗 好 那问题是 哎呀 相爱容易 相处难 为什么 因为 但 请兄兄暂停一下 好 那就是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影片 就是我当时一开始看到这部影片 就觉得 哇 这个师父也太庄严了吧 然后就是 师父的他的语气 就是 很像云朵一样轻飘飘的 然后就是飘进我们 很不经意的飘进我们的心里 对 然后就是 原来佛法可以那么有趣 就是可以这么的跟我们的生活连结 然后 也可以 风格的 如此的特殊 然后就是 先稍微看一下 就像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然后也就是很 就是让一般人很容易懂 然后就是 那 就像 师父的开示有种流动感 就是 像水一样可以洗进我们心 心里的成功 好 那我就是 再跟大家分享一段就是 我参加金刚经血禅的时候 听到的师父的一句开示 然后我也是觉得很感动 然后我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终于可以拿出草稿来看 但是 师父说 佛陀可以了知 如恒河中 所有沙般 无量 无边的众生心 一个人 你在生命中要认识另外一个人 纵使 朝夕相处 你都不一定能够了解 所谓知人 知面 不知心 同一个屋檐下 共处一辈子 你还不一定真的能够了解对方 甚至很多人也从来没有真实的认识过自己 因为佛陀发愿要广度一切众生 如果要度一个人度一个众生 你不能够了解他的心 你怎么能度他呢 你怎么能够了解他的心结 怎么能够帮助他走出痛苦走出他的烦恼呢 有时候我们渴望让人知道 又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心里话 因为我们的心如果打开 那别人对自己有想法 有看法 有偏见 你把心里的秘密告诉别人 告诉你最信任的那个人 如果他出卖你 你怎么办呢 所以有些事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别人 也没有办法去化解的时候 你来学习佛法 你可以百分之百相信佛陀 佛陀不但能够了解众生的心 而且他可以化解众生的烦恼 就是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的心被疗愈了 就是有种被同理的感觉 就是原来就是有时候 我们有一些事就是说不出口的时候 我可以跟佛菩萨说 然后借此来慢慢的去化解这些烦恼 然后也对佛法就是更增加信心 然后再请师兄帮我下一个 那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就是观世音菩萨圣诞的时候 我去到菩萨面前跟他说 菩萨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 然后我希望能够尽自己所会的所学的 来为佛法尽一份心力 然后就是跟菩萨发愈完三天之后 我就接到新许法师的来电 然后师父他就请我制作有关 就是地藏法会的影片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初次制作 然后也还不会 然后就是就是你慢慢的学习 是然后 好 然后之后就是就是地藏法会之后 在接下来是一日禅 然后就是就是一日禅的影片 我是看着师父的文章制作的 因为我觉得师父的文章就是 非常的美也很发人省思 然后就是我今天有准备这个影片 那再请师兄帮我播放一下 然后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就是可以请大家可以看看文字的部分 我觉得非常的色受 它们应该可以说 我们照顾一下 List的影片 也 小なので 我不能使用 听我感谢闹期间 这一张好像师傅在 守护我们的心 那他其实下面还有一段 那再请师兄帮我们分享 然后就是在制作这个影片的过程中 就是其实也有压力很大的时候 可是每当有压力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一定是菩萨 就是他要派给我的一个任务 然后我当初这样像菩萨发行 那现在遇到一点问题 我就要 就是就想要放弃了嘛 就是这样不断的询问自己 然后也很谢谢心虚法师 就是一路以来的知道 然后有时候我问师傅说 那如果没有灵感了要怎么办 师傅就说 只要一直发心 就会一直有灵感 然后我就是听 就是每次觉得有困难的时候 就会想到师傅这句话 然后也其实觉得这些影片 就是有佛菩萨的帮忙 才能够制作的 就是才能够制作的出来 然后也会受到就是 别人的喜欢 那接下来就是我要分享一下中文系 我读中文系的心得 那再请师 再请师用下一页 因为比较看不到PPT 所以我用手机看 这个就是 在读中文系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比较有机会 能够去看到一些诗文 或是文章 然后也能够从中的去 体会出他的一些用意 就是体会出他的作者要表达出的意思 还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然后觉得 我想要分享书师的定风波 然后这一首诗 是他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写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发生了乌台诗案 因为文字域的关系 所以他被就是朝廷就是流放 然后也导致就是他的朋友都不敢跟他联络 然后他甚至写信的朋友也是在 就是最后写说你看完这个信就把它烧掉吧 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然后这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然后但是他却有这种转念的智慧 写出这一首定风波 他说莫停穿灵打夜声 就是现在下着很大的雨 然后就是穿过这些灵 然后就是那个 灵过这个夜 然后发出了这些声音 何妨迎笑且许醒 那我们何不就是哼唱着歌 然后慢慢的前进呢 然后竹杖盲鞋轻胜马 就是我现在拿着竹杖 还有穿着盲鞋 就比起马还要好 就还要更轻便 然后谁怕一说烟雨润平身 就是我穿着梭衣一样的 也能够行走在这个雨中 跟平常一样 然后就是就是跳到这个 回首相来消色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情 这也是他人生的另外一种境界 就是回过头来看他人生的这些 从他一开始考上科举 然后就是很出名 到后来就是就是被流放的过程中 然后他觉得其实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情 在下雨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这个雨 然后而起烦恼 所以在出大太阳的时候 他也不会感到特别的快乐 就是一个很宁静很扩达的一个心态 这是一个人生境界 然后再请师兄帮我下一页 然后这一首也是苏东坡的词 是他写给他的弟弟书册 因为当时他跟宋神宗的时候有王安石变法 然后他跟心法的人不太合 所以他就自寝流放 然后跟他的弟弟就是聚少离多 所以他写了这一首词送给他的弟弟 这是其中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是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时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残捐 就是他写出我们这个人世间有非常多的 不圆满跟无常 然后就像月亮也有殷勤圆缺一样 可是我们可以用一种心态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欣赏月亮 可是我们即使相隔千里 也能够抬头看到这个头上的月亮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他用这种豁达转念的方式来表达 然后我也觉得这其中也充满了许多佛法的智慧 如果在人生中能够挫折中能够以这些来观看的话 那自己就会比较自在能够化解这些烦恼 那再请师兄帮我下一页 那我再分享一个散文一个故事 它是我杨写的穿三甲人 然后它是一篇报导文学 是报导这个马来西亚的张四妹女士 然后我先问大家来朗读一下 象人是一个发生在中世纪因果的真实故事 一个男孩一生下来就是畸形 那是一种远超过我们想象力的畸形 面部丑陋像一只象 嘴唇几乎是以90度的角度竖立着 右手和双足活像野兽的地爪 最使人毛骨悚然的是 它身上密布一团团的肉流 它被送到马戏团 马戏团团主像对待野兽一样 咒骂它鞭打它 使它在21岁那一年还不会说话 还没有洗过澡 无情的虐待和羞辱毁灭 一生也不知道什么是友情 什么是爱情 只知道恐惧 站立 只知道阴暗 潮湿的求容 就是他唯一可以暂时喘息的洞穴 下一页 然而谁都没有料想到 三百年后厄运的毒手在身上人间 我无法形容张四妹女士的形象 一定要我形容的话 同意灵州淡边村村民称呼穿山甲人 他头发全无光秃的头顶 双眼几乎呈50度的角度向上吊起 鼻子塌陷 嘴唇突出 牙齿像坟钢上凌乱残破的墓碑 其中一颗门牙却像大象的牙一样 冲破坚耸的嘴唇 满身鳞甲 人看了发抖 更恐怖的是他的眼睛 没有眼瞼 像一条鱼一样 两眼圆圆的瞪在那里 眼眶像一个烧红的撇圈 下一页 做父亲的在女儿十岁时 于是长池 据他的妻子说 他使得非常痛苦 他望着匍匐在床前 活像一个卷卧的穿三甲的女儿 从他那不断增加浓潭的喉咙中不停的喊叫 儿啊你跟爹一块死吧 留下你我死不瞑目 就是看完这个文章之后 我们会发现就是心情有点沉重 原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 然后只是他被生长在一个黑暗的角落 然后我们一般人没有能处击到 所以透过文学我们可以去了解社会的一些议题 然后 突然忘死 就是可以去了解社会的议题 然后我们会发现 就是看了这些故事之后 就是内心会随着他起伏 然后也会渐渐思考这些故事和我的关系 然后再进一步的想 就是我与一切众生的关系 然后就会发现 就是只有一切的众生都离苦得乐 那我自己才能够真正的觉得自在跟解脱 所以就是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文学 让大家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运用文字 让善来做一个集合 一起来传播出就是我们希望的理想世界 好 再师兄再给我下一页 然后再下一页 然后就是在读华严经的过程中 我觉得最有感触的一句话就是 愿一切众生 就是没想到原来就是所做的每一件事 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发愿来回向 然后菩萨都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好 第一次读华严经的福贤恨愿品的时候就觉得 就是很不理解为什么 菩萨可以做到 就是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然后众生借尽众生夜尽众生烦恼尽我愿乃尽 而且还可以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体验 所以然后我后来在生活中发现 就是我遇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很容易的觉得烦恼 或是很在乎 但是菩萨呢 但想到菩萨的这些发愿之后 那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好像也为不足道了 所以就是想要慢慢的来跟菩萨学习 在师兄帮我下一页 就是我的快结束了 然后我很喜欢这华严经的这一句 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体验 就是我愿意 然后在师兄帮我下一页 然后在还没有 就是制作影片之前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会制作影片 所以就是透过学习才慢慢的 就是发掘 然后谢谢师傅 谢谢保研禅士 让我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